就是我覺得讓他們安心 就是一個很棒的孝順的方式 汪汪集團第一屆汪汪孝親獎 找來了人氣女孩邵宇薇站台 分享她和家人之間的 溫馨小故事 不管是說出來還是做出來 其實我覺得都很重要 因為有些你做的 可能爸爸媽媽或者是長輩們 會沒有感受到 可是你說出來 你告訴他 其實你有默默的做這件事情 說不定他就可以很容易的感受到 所以我覺得 就是有這個孝心獎很棒 可以讓大家都知道說 就是有多愛自己的家人 由於工作因素 邵宇薇常常和家人分開 難得在過年時節團聚 全家人的這個時刻 讓她覺得是和家人之間 最珍貴 最溫馨的回憶 記得今年過年的時候 五個人聚在一起 其實真的很久沒有這樣子 就是真的所有人聚在一起 因為我去年是在深圳派系 所以就也沒有相聚 那今年就是過年有相聚 真的五個人可以集中在一起 就是很感動 就是反而是現在長大了以後 好像真的能夠相聚的時間 好像真的很少 所以那一次的感覺 讓我還滿感動 旺旺集團第一屆旺旺旺孝親獎 詞曲 攝影為電影比賽 宣導紫玉養兒親不代之孝親觀念 呼籲全球華人一起踴躍參與 把對家人的愛 加上自己的創作 完整地記錄下來 記者王淑銘 李亞瑩 台北採訪報導